自从2009年超音和传说哨音以来 贝利亚的蜂王比杰赛罗 说他是远古时尚最神奋的反派也不为过 凭借其超高的人气 引致远古在后续的新生带走品中不断鞭尸 直到2017年的杰德奥特曼 贝利亚才结束了他的主线剧情 正式下线 之后塑造一位能取代贝利亚的超级反派 成了远古的当务之急 于是邪恶的托雷基亚 便在龙部剧场版中诞生了 然而仅仅一年的时间 在加TV中刷够了存在感后 却在剧场版匆匆下线 此后除了奥特银河格斗 就再也没有能被鞭尸的机会 为什么托雷基亚不能取代贝利亚呢 首先现在的粉丝 通常更喜欢神力强大的角色 要是让贝利亚和托雷基亚改召一架 有多少人会站在贝利亚这边 又有多少人会站托雷基亚 贝利亚刚出雨 就打得太楼毫无还生之力 来到光之国 不管是你认识的 还是不认识的 都刀刀刑秒杀 在超银河传说中 只有还在新手保护器的赛罗 能与贝利亚一站 到了续集 贝老黑组建银河帝国 成功称霸宇宙 完成了多长版判 一直以来的梦想 结果诺亚干不下去了 让赛罗洗涤外挂 怕拉起去队 贝老黑又一次遭到群杀 到了吉尔德TV的英帕克危机 首次完全复合的贝利亚 得到实施几家桥 仅仅普通形态 轻松击败救急赛罗 更是不知道 从哪搞了一个炸弹 摧毁了边张鱼肉 比时的奥特警备队 只能冷眼看着 根本束手无策 在吉尔德TV后期 以西美拉白洛斯的事情动场 曾一度黑化杰德 并碾压受陷塞罗 直到杰德借助奥王之力 解锁尊皇形态 将冲击击败 尊皇杰德 全方面碾压 清美拉贝罗斯 后来甚至在大杰菊州 和其他形态 一起寻欧极恶贝利亚 就是这么威风零零的形态 直到遇见了多雷基亚 远古的角色 一代更比一代强 反派也是一样 后来西亚在设定着 貌似比贝利亚更生一筹 但真的是这样吗 阿泽本想对比一下 他们之间的战力表现 结果远古在这方面 崩得一塌糊涂 老托手刺登上于罗布去上班 作为幕后黑手 将火海二十个好机友护镜 黑化成了血液眼神黑力 黑力一打二 拖住罗布与格尔吉欧雷吉娜 让托零西亚与法师进身肉搏 随时一气龙点攻击 成功将尊皇杰德打回原型 将罗布打到解体 格尔吉欧雷吉娜 被他打得爬不起来 后来格力小灯潮 与罗布奥特曼 如何为格罗布奥特曼 小路也变身为最中形态 但托雷西亚依旧不落下风 仍以其中任何一个过场几招 所以托雷西亚本身的战力 怎么这也算得上纠级要的水平 直到同时面对格罗布 与杰德聚集队中 二打一不敌对面才暴露 说完了托雷西亚 我们回来看看贝老黑 贝老黑融合索格与武帝王 得到了星美拉贝罗斯 所以这玩意儿 常与普通贝老黑 而净黄杰德能够碾压 净黄杰德 托雷西亚又能碾压净黄贴德 所以托雷西亚 是不是去常与贝老黑 罗布职场买结束之后 我们淹了了太家提威 平一级开头 去老头的高空时刻 凭借一级之力 气耍星星带全员 托雷西亚擅长小宗敏 上来去团灭了星星带 并一言不合 在太楼面前 直接扬了太家 场面异常血腥 在这之后 老头便以太龙捂开 太龙虽然嚼 但走在超音和传说时期 就遭到了贝老黑的吊答 如果托雷西亚的设定在贝老黑之上 那老头应该可以秒杀太龙才对 所以在远古崩坏的设定面前 一切对比都没有意义 如果非要做出降弱判断 只能考虑一下双方达成的成绩 贝利亚每次整活 都是以宇宙级别的危机 都需要神秘思奥的实力出来摆平 而托雷西亚的整活 都是徘徊在星星带 以及太龙之间的小打小闹 就算最后放出了格里姆德 这样的终极boss 用规模来看 托雷西亚还是达不到贝利亚的成路 说完了老头和贝老黑 战力与战机的对比 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整活手段 托雷西亚与贝利亚 走的是战然不同的路线 贝老黑追求的是纯粹的力量 从一开始触碰的雷子火花塔 到组建英雄帝国 在宇宙中 四处发掘艾美纳尔光师 加到过来夺取赛罗的肉体 吸收杰德力量 无不都是体现这一点 在绝对力量面前 无论多完美的智谋都无力应对 奥米在贝利亚这边 可以感受到最过瘾的破坏 以及对酣长铃铃的打斗 并且在多部系列作品的塑造下 给贝利亚刻画了非常生命的性格特征 完善了他的剧情主线 在这漫长的时间线中 贝老黑对奥米来说 也不乏童年滤进的加持 托雷西亚和贝利亚相反 他并不单纯追求力量 老头的黑化 也是因为对力量的态思 自托雷西亚登场以后 猿火将很多新生态的锅都甩给了他 比如X中的格力扎 欧布制成满洲 宝石大妈的能力 以及初代罗布时期 彩龙的包装 相比贝利亚 托雷西亚更擅长玩弄人心 整活只是为了有序 好玩 罗布制成满时期的托雷西亚 由于远古对他没有强加过多设定 5G正能怎么爽怎么拍 让观众对于老头 多了一次神秘感和畏惧感 这时托雷西亚 有了足够比肩贝利亚的潜力 到了泰加地贝时期 缘故慢慢补充 托雷西亚的设定和背景 让他撕下来在观众面前的神秘面杀 贝利亚的反败地位 如果有一个扎实的剧本底子 扎上雷西这样病态的表现 或许托雷西亚 会是个不输选手的反败角色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